48. 山頭日報 騰訊微信支付登陸日本 2015年7月12日國際零四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公司10日宣布 計劃本月內在日本推出智能手機支付服務 共同社報導 騰訊此次推出的市面向旗下社交軟件微信用戶提供的支付服務 消費者只需在店內開智能手機應用軟件並調出二維碼 然後用店內的平板電腦掃描讀取即可完成支付 騰訊此舉旨在方便訪日中國遊客輕鬆購物 從而順應遊客在日本採購家電等產品的需求 根據設想 騰訊將力增在三年內把這項服務推廣至日本國內一萬家店舖 預計沖成縣一家珠寶店將須先人進微信支付系統 東京新宿的居酒屋也將使用 東京新宿的系統 本店的系統